台铁局为了配合疫情指挥中心 所指示的防疫社交距离 从4月份开始 在各大车站内设置多项防疫措施 并且要求搭车的民众都必须要佩戴口罩 禁止乘客在列车上用餐 而从5号开始 更是暂停了列车上贩售便当 饮料以及食品的服务 希望能够就此减少车型人员与旅客的接触 也减少乘客将口罩脱下来的机会 做好万全的准备 避免成为防疫的破口 5号一早廉价的最后一天 车站内逐渐出现返乡人潮 为了避免成为防疫破口 华联火车站做好了万全准备 除了要求民众搭车必须佩戴口罩 在售票口前也设置了1.5公尺的排队间隔距离 检票口更是设有红外线体温检测衣 做好神城把关 一旦仪器出现声响 就会有站务员拿出额温枪再次确认体温 不仅如此 4月4号开始台铁列车上禁止乘客用餐饮食 5号起更是停止列车上贩售便当 饮料及食品的服务 希望能减少车型人员与旅客接触 也减少乘客将口罩脱下的机会 虽然部分的民众表示这样很麻烦 但是为了防疫也是愿意配合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 避免成为防疫破口 隔机罐做好万全准备 虽然有可能会造成部分不变 但还是希望民众配合共体时间 一起度过这波疫情威胁 记者许丽晴 花莲市报导